大家好,欢迎有欢欢的频道 好多谢大家,上次出的月光补盒1T 插这个外置显卡,很快就超过了200个赞 现在立刻拍一集,安装这个Windows 我就不再说怎么拆这个盖子了 上次还接着这个显卡的拆开 上次之后还有很多问题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很不值 跟我的想法一样,因为硬件的硬件真的挺贵 所以这个价钱其实贵了一点 只不过真的买去帮你设置好东西 其实我都看过这些二手差不多的颜色 可以用多少钱可以继续设置 同样,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按赞 又是超过200赞,我就拍下一集 是的,回归正转,现在开始 如何安装这个Windows 这里有几个方法可以安装Windows 其中一个方法,我今天会用的 就是插这个SSD 可以插这里 现在这些SSD 最长的这些都不是太贵 如果512的那些都足够 事实乎自己大家喜欢 我这个好像是256,因为本身有 插过这个 可以在这里接这个SSD 插Windows 几个长度都可以 这个长度都可以 这个中间这个都可以 这个长度都可以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到 但是用了这个就插不到外置卡 这个大家注意 其次呢,可以直接换了 当然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因为它有很多USB Port 基本上你可以插一个外置的 就是把Windows 安装在一个USB上 就可以在USB上 安装Windows 这个都可以 今天我也会讲完的 首先我先安装这个 先安装这个 先安装这个 扯扯扯扯扯扯到这里 非常简单的 先用回这个螺丝先 对 螺丝有一个扣位 可以扣一扣 然后扣到下面 然后就转了 OK 不用太确实 即是不移动就可以了 在这里安装了 现在我们回去PC 大家知道 准备一个USB手指 就16GB以上 建议 那么 先安装一个Windows 好了 回来电脑呢 我们首先去Microsoft 这里下载了 Windows 11 那个Image 先 link 会放在下面的 视频箱 大家自己按下载 来到这里 就去到 下载Windows 11 Disk Image 这个 选Windows 11 Multi Edition 这个 按下载 选择1 这里就再选择你的Language 大家可以选择Chinese 我惯着用英文 我就用English International 用这个 confirm 接着按这个 就可以下载 我已经有下载回来 我就不再按一次 大家按下下载就可以了 另外 需要一个叫Rufus 这个用来拆在USB link 也会放在下面 按这个Free Download 先按下载 我只需要Rufus 我只需要Rufus OK 就在这里 现在有一个Image檔 和一个Rufus 3.2 这个 这个时候把USB 如果还未插到电脑 就先插到电脑 先开这个Rufus OK 简单是这样的 我是16GB USB 记住 select了USB Image 我们就按select 选择刚才下载的Windows 11 这个 这里就是个分别 稍后我会做完 放在USB里面 我现在先做了SSD 这个就是Stand-up installation 我就选择这个 如果你是USB 就选择To-Go 稍后我再做 我先做这个 其他可以不用理它 按Start 就可以了 都可以不用理 OK OK 有去拆 USB 好了 搞定 Close 拿出来 就拆回 浴光煲合 虽然这部机 有很多USB 插的 但是有两个后面 是蓝色的 那些是3.0 装Windows 如果用3.0 就快一点 先插了 接着 还需要一个Keyboard 先插上Keyboard OK 开机 接着 一直按DELIT 接着进去 接着去Boot 可以改变这些东西 因为我已经安装了Windows 来试 现在这个是先设置了Boot Windows 但我平时应该是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选Boot Option 1 做USB 就是Boot这个手指 对 OK 第二 我先允设Hard Drive 接着才允设Windows 如此类推 视乎自己喜欢怎么做 接着 save and exit 应该现在会允设手指 对 这些是选择你自己的要求 最好把Mouse 因为这些 用Mouse 也是方便 选择自己的语言 我下载回来英文 Times zone 选择我这里 纽西兰 OK 接着 install now 如果你需要Product Key 就自己上网买 我下载在下面 放个link 在下面 如果你要买一个 买成小时 就好像5-6元 就是普通 HOME版 美金 对 拿回Key 输入这里 就可以了 下面有连结 OK 我现在就不按 Next DON'T HAVE A KEY DON'T HAVE A KEY 我选择HOME版 我选择HOME版 我选择 Next Upgrade Install 我因为本身已经有了 所以已经有了 DRIVE 如果 我就不想再安装一次 因为太久了 你基本上可以删除这些 Format 那你就会有一个 可以按 New 接着按Next 接着就应该有一个 可以 按Install 按Next 接着它的指示做 等它拌完 它就会 restart 就完成了 因为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不弄一次了 现在我们回到电脑 弄完那支USB 在外面 怎么弄 好了 回到电脑 插一支USB 那我们又是开开Rufus 先 如果大家刚才 skipped 就自己下载Rufus OK 来回到这里 找回自己的USB 又是 Image 又是选择那个 跟刚才一样 接着最不同 就是Standard Windows Installation 这里 就转为Windows To Go 这样就可以 安装在USB 我不建议大家用回16GB 这个 用一个大一点的容量 才能使用到 因为没有意义 16GB 或者做个Hard Drive 大一点的USB 都可以 我现在 只是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我就用回16GB 就start了 用哪个都用Windows Home OK OK 等它完成 又是需要时间 好了 又搞定了 那我们close了 又是插进去 浴缸補盒 应该可以的 好了 插好开机 又是按delete 按键 进来这里 再查一下Boot 先 确定 它现在又改了 确定是Boot Send Disk 是的 OK 那我们save 刚才没有拍到 按照指示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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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可以进来 USB 试过是比较慢的 SSD 就快很多 当然 你现在上网 就可以平时电脑用 可以上到YouTube 看Netflix 等等 都可以了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 你这里可以直接看回 你那个 确定 有些朋友之前 我教大家 如何在确定 确定 设计 Model 3 那些按键 要拆确定 现在 如果你安装了Windows 无论 你安装在USB 也好 安装在 SSD 都好 你可以 在Windows 里面 把确定 确定 确定 软件 例如 上次不是说 在Gamebox里面 Games PC 接着 ROM 接着 Model 3 应该 Model 3 Model 3 Config 这个就是 这个 直接可以在 这里 弄 如果你不想拆机 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安装一个 USB 板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 读到Hard drive 不用拆 如果大家不想拆 的话 有了这个方便 好了 我就 看看市面上的二手 用我现在这部电脑的 SPEC 看看可以 用多少钱 就可以买到 它的确定 同样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的 多点点Like 超过200个 我就会 再拍下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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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